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2年谈党员身份和美国绿卡 那么我们在4年以前曾经录制过一个视频 讲美国绿卡申请中的党员问题 这个呢是我们YouTube频道视频呢 差不多浏览数量最多的视频 那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的客户呢也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帮助他们顺利解决了 那这个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知道呢在中国有将近一亿的党员 almost 100 million 所以呢每十几个人里就有一个 那么在大学毕业生里面 城市居民里面这个比例可能更高 所以呢那来到美国的留学生啊 专业人士啊访问学者啊等等 包括家属啊这些人里面如果说党员数量很少 那也不合逻辑对吧 那移民局也不傻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还是有很多人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听说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变换啊 中美关系等等 另外呢可能也很多人听说过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在上海有这个党员的数据库啊 泄露有100多万的党员名单 就很多人跟我们说他自己查了一下他自己的姓名啊也都在上面对吧 或者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 有的时候你输入个人的信息也可以查到 或者呢还有各种方面的报道 比如说献血啊植树啊日常活动啊对吧 有的时候会放到网上 还有的时候呢会有那种布告栏啊等等啊 所以总之呢各方面这种信息还是比较多的啊 那么现在时间又过了若干年嘛 我们根据最近的动态给大家总结一下 现在需要注意的事项在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 那总体来说呢那你只要看时事新闻你就可以了解到 对吧那目前坦率的说对吧 这个中美关系啊等等意识形态啊 这些方面呢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话题 西哈努克讲叫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对吧 那这个大的环境呢不是个人能够扭转能够改变的 那我们只能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怎样来应对 那么讲到个人的情况 你办理绿卡中呢前面140职业移民或者130亲属移民 不涉及到这个过去的党员身份问题 是在最后调整身份的时候 相当于一个背景调查 你要么在美国境内交485 要么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办移民签证 这个时候呢会有这样的问题 问你是否曾经是党员 因为问的是是否曾经是 所以呢那即使当前已经不在世了 但过去曾经是 那这个呢也要提到 另外呢美国一些公司 现在呢在公司给你办绿卡的时候呢 那为了公司它避免承担责任 或者说呢为了符合美国政府合规的要求 公司的律所呢律师呢也经常这个要求个人回答啊 你是否曾经是党员包括是否曾经是团员少先队员等等方面的问题啊 那么像这些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此前呢也有一些别的视频讲到了 但是呢像前面提到这个是最近的更新 那么重点要点干货重要的地方 这个更新在哪里呢 最近的情况 比如说首先关于这个所谓五年时间的问题 这个呢在我们律所在叫美国攻略这个网站呢 也有更详细的文章讨论这方面情况 有的人觉得我已经出国超过五年了就没有问题了 或者我出国不到五年是不是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不是这么回事 所谓出国五年呢既非充分条件又非必要条件啊 那你当然可以提到 但是说实话呢可能用处不大 因为你怎么证明你已经不是党员了呢 这个事情很不容易 对吧那一般来说呢 移民局经常呢他会较真要求说 那你要提供有一个书面的来自党组织的证明信 表明已经开过大会 把这个人除名报经上级组织批准 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五年以前 那么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人拿不到这类的书面证据 所以呢你这个五年时间只是自说自话 很多时候呢并没有得到移民局的承认 如果说只过分依赖于这一条 反而会有别的负面后果 那因为你只提到这一条 移民局把这一条否定了 那岂不就没有任何依据了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根据移民法 其他的两条呢 一个是如果你有直系亲属 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 那么呢有可能办理601豁免 我们也写过若干的文章 讲601豁免 批准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不是自动批准的啊 还是discretionary 所以呢还是要认真准备啊 要陈述我为什么符合601豁免的要求啊 不能说呃我有直系亲属是美国公民 你看着办吧 哎对吧 不能这样 对不对 那你当然要还要有详细的论证 说明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入党原因这方面的解释 这个呢也一样啊 很多人来自中国有思维定势 有一些误区 有的人呢可能解释的 你也不能说他不认真 但是呢用力方向不对 呃 坏了很大力量呢 反而对自己不利 比如讲到哎 我要入党才能够啊 进入体制内啊 拿到奖学金 保送研究生 留在大城市 取得好工作等等 这些说来说去呢 都是说你入党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或者说呢 如果不入党会错过什么好处 那这个呢 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反而和这个 对自己不利啊 这个和比如说 非自愿啊 像这样的这个矛盾 对吧 很多人提到说 增加工作opportunity啊等等 这些呢 根据目前看来 经常呢都是一个 埋雷的问题 那么这里讲到呢 如果说你在中国嘛 就只能在这个广灵馆 办理移民签证 我们有很多客户 包括大学教授啊 包括体制内智库的工作人员啊 等等 曾经是党员 但是没有问题 经过联系我们 提供了呃 根据自己的情况的 合理的说明 那么呢 呃 也都取得了呃 移民签证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客户 那这样都陆续取得了移民签证 没有问题 那么在美国呢 呃 那你要根据自己的居住地啊 然后呢呃 提交这个485申请以后呢 亲属移民一般都有面谈 职业移民呢 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会有面谈 呃 如果说我们的经验和观察是 如果说呢 一开始就认真准备提供了合理的说明呢 正常情况下呢 职业移民大多数不经过面谈就可以顺利批准 那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一开始他自己准备的啊 比如准备的不好 对吧 呃 那么遇到问题了 像这样呢 呢 这个面谈的时候啊 那又是一个机会啊 可以想办法补救 但是有的人可能面谈的时候 这个解释也有一些问题 像这样呢 就收到了RFE NOID 然后回复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更要认真准备啊 更困难一点 吗 Apple battle啊 这样 那当然也还是可以争取 甚至有的人呢 因为这些原因已经被拒了 但是呢 也可以重新提交啊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被拒以后找到我们 呃 经过重新提交取得了批准 那么从地理位置分布呢 根据我们的简单观察 比如说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啊 然后呢 这个加州的旧金山等地吧 像这些地方呢 是相对来说执行的比较严格的啊 因为各种原因啊 那这个其他地方呢 有的时候好一些 当然这有一定的运气因素 那么重点呢 还是是在人为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准备 那么像前面提到入党原因 这个呢 还是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 呃 那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要有一个逻辑链 不能太空洞 对吧 呃 那不能说人云亦云 我找了一个样本文件 改个名字啊 那这个不合适 对吧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呃 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明 那这方面呢 我们帮助了很多客户 取得了批准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各类的文章啊 其中呢 有我们的呃 案例的详细的背景说明 以及批准书的图片啊 可以参考 也包括时间线 那这个 当然具体到个人 是吧 就没有一个one size fit over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那你必须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来合理解释 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就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呢 像新冠疫苗 或者说像抗生素 呃 时间用的过得久了 对吧 呃 用的多了 那人人都像这样用呢 有的时候 他这个有效性 就有一些下降 对不对 呃 那你把别人的这个照搬过来 呃 那就可能就不合适 对吧 呃 那就举一个例子呢 像若干年前 可能有的人讲到 啊 我因为学习成绩好啊 我就被邀请入党了 这个事情很光荣啊 是一个荣誉啊 啊 然后呢 我就同意了 等等 这个在五六年前 或者更早以前 可能就可以了 那现在明显就不行了 所以你就不能 克周求见了 要与时俱进 对不对 呃 那这个呢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认真准备 毕竟这是一个 重要的事情 对吧 呃 那不是说 开玩笑的事情 还是要认真准备 然后认真思考啊 从这方面 所以呢 那如果说 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这个 有的人曾经是党员 有的人呢 曾经是团员 被这个公司的人问到啊 或者是别的情况啊 或者有的人呢 曾经在体制内工作啊 或者各种原因吧 担任公务员 有的是出国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 也有的是金属移民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 年长的父母啊 像这样 对吧 更多的这方面的情况呢 也可以参考我们 此前的文章和视频 我们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这些方面的一些更新 比如说重点 除了背景情况 形式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所谓这个五年期限呢 我们认为并不重要 并不说明什么 还有呢 那当然就是入党原因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退党的经过啊 这个呢 也是一个比较趋势的地方 那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情况 这个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出一个合理的 有说服力的解释 就可以啊 总体来说 那我们知道 美国呢 每年发给中国人 有若干万丈率卡 那其中呢 毫无疑问 有很多曾经是党员的申请人 曾经是党员本身并不是问题 并不是说就拿不到绿卡了 但是你要认真对待 然后呢 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 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提供相应的statement 就可以解决问题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